2022第一天台中高鐵站 鐵路警察加強巡邏 因為跨年夜高鐵接獲恐嚇流言 揚言搭高鐵北上 身上還帶著炸彈 跨年夜高鐵收到民眾留言恐嚇 一名自稱唐澤貴陽的民眾 說自己已經買了從台中北上的車票 更揚言隨身攜帶炸彈 會向總統府投擲 也會槍殺衛福部長陳時中 廉假期間就連苗栗縣議員 曾文學也搭高鐵 聽到有恐嚇流言 議員對於警方有信心 高鐵也發聲明 已經立刻通報警察 並要求各車站和列車加強巡邏 以唐澤貴陽這個名義 恐嚇臺灣大眾運輸系統 已經不是頭一遭 12月初也曾經恐嚇台鐵 說如果警方不放人 他會開著再有砂石和油料的 飲飲車 連接車 撞擊南部平交道的火車 但當時被警方證實 是惡作劇一場 這回鐵路警察也不敢大意 持續調查也加強巡邏 確保搭乘旅客的安全 三星文章哲如蔡文元張展志 台中高雄採訪報導 原本文章哲學院議員